大家好,我是炳,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 小月已经满12个月,正是一岁了 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我作为她的主要照顾者 也是一个观察者,就会感慨生命真的非常非常神奇 最开始的几个月,她真的只有最最基础的 吃喝拉撒睡护理需求 但是最近我会发现她的认知行动力都在飞速的发展 头在哪里啊?头在这里 妈妈吃一口好不好 以前给她几个木块,可能就是敲敲打打或者放到嘴巴里面 但是最近的话,她开始理解有一些木块是可以放到洞里面的 或者有两个物体,它是可以拼接的 每天带娃在体力上确实不是轻松的 但是看着人类又在一点一滴的成长 这个过程是非常美妙的 今天想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个一岁的宝宝每天都在玩些什么 先来说说我最最喜欢的家务类吧 这个年纪的宝宝是非常喜欢做家务的 而且因为大人其实心里不抱什么期望 所以不管做成什么样,彼此的体验都还是非常好的 一起做家务不仅是节约大人的时间 还能够培养宝宝精细动作的发展 增强他们的责任心 学习照顾自己以及身边的人和环境 先说做饭吧 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在我一盘看我做饭了 最开始趴在倒台上 再到坐在high chair里面 现在她是站在kitchen helper里面 站着看我做饭 有时候翻翻书 有时候玩玩玩具 我一般做饭的时候会和她说 这是什么以及这个是什么步骤 宝宝是很难靠单一的描述去理解一件事情的 在厨房里面听觉 视觉 嗅觉 味觉 触觉 可以给他们多方位的刺激 我现在也在考虑引入四包菜和剥鸡蛋等 没有危险性的任务 既锻炼了她的小手 她也会更有参与感一点 我们也在培养她收拾玩具的习惯和意识 她一般是晚上七点睡觉 我大概是五点钟的时候会去做饭 这个时候呢 爸爸就会陪着她一起收拾玩具 她现在还不会整理玩具 所以我们就给她准备了一个大框 引导她把一个一个配件放到那个大框里面 不配合 假装没听到你说话 听懂了 装作不懂 都是非常正常的 那收拾到一半 又开始玩起来 也是非常正常的 我大概是十个月开始 就抱着小瑞 让她自己开灯关灯了 最开始的时候 我会说开灯关灯 然后按着她的小手去操作 现在我抱着她回房间 她会有意识的小手一声 表示自己要去开灯了 晚上睡觉之前 我也会抱着她 让她自己去关灯 我觉得这样子的睡眠仪式会非常的流畅 就是让宝宝感觉她是有主动权的 每次关灯之后把她放下去 她就是头一撇 就是她知道自己要睡觉了 也不会说去看我们 去留恋我们 最近我们也引入了洗衣服这项活动 这个月龄的宝宝是非常非常喜欢 把物体从一个框里转移到另外一个框里的 对啦 我们放到这里面 你的睡袋 你把瓜阿兰贝也放进去 好吗 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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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拿住 对啦 你帮妈妈拿住哦 刚刚就是和她一起做了laundry 然后铺了一个床 她就已经累到不行了 今天的视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唐岛的赞助 我们家的床品其实很多都来自唐岛的 非常非常喜欢 天气也慢慢热起来了 就想来和大家推荐她们的呱呱两倍 我第一次摸到她的时候就有点像瑜伽符啊 非常的软糯 非常轻敷 然后手感又是凉凉的 就会让人想起夏天吃的第一口西瓜 她采用的是Chill Cream激能面料 在凉感纤维中挡入了矿物母粒 比热容更大 散热也更快 比起那些只添加凉感触记的凉倍会更加的耐用 不仅非常的顺滑 而且非常的稀湿排汗 她的包裹性和垂坠感也非常的强 盖着了很舒服 背心填充物是因为达清水纤维 比起去年的版本 她们的透气性和吸湿性都有所提高 同系列的还有她们的呱呱凉袭 现在技术真的是太好了 凉袭都可以做得这么柔软 贴身面的材质和呱呱凉背是一样的 它的背后是这样子的三明治弹性透气网 而且是这种航风设计的 不用浇水粘贴 透气性也就更好 这个超级可爱的是儿童版的呱呱凉背 小月有时候已经能够盖住被子了 所以夏天的话我就打算给她盖这个 还有一点很棒的就是 两背两席都是直接可以进洗衣机的 省去了套被子这个步骤 我特地洗过两遍了 也是完全没有变形起求 还是一样的舒服轻敷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唐岛的旗舰店 保冰冰暗号 领取粉专属优惠券 也是提前同家618的 早买早享受 等她再大一点就可以和我一起操作洗碗机了 我也有给她买小宝宝专用的迷你打扫工具 带她们一起做家务 比自己单独做的话会累非常的多 宝宝的注意力是非常有限的 他们可能坐一会就不愿意坐了 或者从头到尾都在捣乱 但是没关系 让宝宝自由发挥 家长只是提供这样的场景 慢慢引导 重要的不是让他们完成家务 而是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 自己也有为这个家在做贡献 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几个 非常简单的自制小玩具吧 第一个就是Blue Tape 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我一般就是撕一段把它贴在墙上 但是不要完全贴住 末尾端的话 给宝宝一点可以撕扯的地方 Good job 也可以贴在自己的脸上 鼻子上 嘴巴上 眼睛上 以前的话 你可能给她一个声光电的玩具 她就能够看好久 但她现在的话 会更喜欢这种互动式的小玩具 桶里的话 还有这种丝巾 就可以把自己的头遮上 然后和宝宝玩皮卡布 也可以放到宝宝的头上 引导她自己把这个丝巾抓下来 还有就是各种空瓶 每个罐子 它可能开的方式都不太一样 我们家调料瓶 化妆瓶 护肤瓶 还有维生素罐子 基本上都是不认的 就存起来给小瑞 玩 从大概是十个月开始吧 就非常非常喜欢盖子 还有就是感官瓶 里面可以放这种亮片 也可以放各种豆子 大米这样子摇一摇 就会有沙沙的声音了 这些都是我在她六七个月的时候就做了 但那个时候她真的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不过最近的话就开始表现出兴趣了 这个罐子是我买的 也可以用这种瓶子 撕开这个薄膜 它就是透明的塑料罐子 里面也可以装东西 还有就是一些市售的小玩具 比如说小转盘 我们在窗边也给她贴了一个 每天洗完澡 换衣服的时候就站在床边 让她一边转那个一边给她换 按压板也是她非常喜欢的 大概是她十个月开始 她发现自己的食指是可以按一些东西的 最近几天就开始了疯狂的指点江山 她发现说原来自己可以用小指头 指自己想要的东西 并且指挥爸爸妈妈去给自己拿到这件东西 有时候真的是又好奇又好笑 永存盒大概是她十一个月的时候会的 主要就是让宝宝意识到物体永存这个概念 其实也就是她会了这个玩具之后 我觉得她好像长脑子了 因为她不是单纯的去点某一个按键 而是要把球拿起来 并且对准这个洞 把球放进去 再把球重新拿出来 还有就是一些抽放的玩具 她也是非常考验宝宝的手眼协调能力的 最近她也很喜欢我给她买的这种假鸡蛋 它就是这样子两半 然后可以合起来的 我是见识过她真的就什么都不会 也不会动的时候 所以当她能够做哪怕是这么简单的动作 我都觉得 哇 她长大了 接下来就是一些手势类 因为他们不会说话 如果他们能够用一些手势来表达自己的想法的话 沟通起来会更加的简单一些 其实家长想要多早引入都可以 但是每一个宝宝的发展都是不一样的 比较基础就是拍手 那小瑞是12个月才会拍手的 小瑞鼓掌 当她发现自己的小手居然可以拍 并且发出声音的时候 她真的超级兴奋 还有就是high five 我现在和她说小瑞high five 她就会把小手伸出来 然后表示和我要击掌了 小瑞high five high five 问候啊 再见的时候都可以引导宝宝去挥挥手 那小瑞现在反应还比较慢 我每次和她说挥手 她可能过个两分钟 人都走了才开始挥手 我现在也在引入三个 就稍微高级一点的手势 都是吃饭的时候用的 这个是milk 就像挤牛奶一样 表示自己要喝奶了 两只手对碰表示more 就是想要更多的食物 这样子手一挥 手一挥 表示all done 我吃完了 我要下去了 这三样都是我们现在正在坚持不懈的引入的 她还并没有get到 其实关于手势的话 真的不需要着急 你又每一次有机会的时候 和她比划比划 有一天她可能就突然给出惊喜了 最后想分享一下绘本类的 真的不算多的 除了刚刚分享那些活动 我们还会有大量的在户外的时间 留给绘本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 这些都是她非常喜欢的 第一类就是这样子的点点音乐书 每一页都会有这样子一个小圆点 这个小圆点在有一些花花绿绿的页面上 真的是蛮隐蔽的 但是很神奇的是 不管是给小瑞新的旧的书 她就是能够非常快的找到这个点 并且点上它 她有时候点完之后 我就会一边唱歌一边跳舞 她也会非常非常的开心 接下来就是peep and posse 这个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绘本 她每一页都是非常大的图片 加非常简短的描述 读起来就花不了太多的时间 她在很小只会抬得的时候 我就给她天天读peep and posse 她对这几个字会比较敏感 我现在只要一说peep and posse 把书拿出来 她就会登登登登爬过来 然后表示要和我一起读书了 这类翻翻书她也非常喜欢 但这种纸织的有的不好 就是她很容易撕掉 就比如说这边都已经是残缺不全的了 还有就是这种带有触感的书 图案的质感都是不太一样的 宝宝可以摸一下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了 希望视频的呈现方式 能够给大家带来更直观的感受 那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回再见吧 拜拜 拜拜